当我听到你说不仅仅是吹了唢呐 而且还练了很多杂技是吗 练杂技那段历史啊 永远记我心中 因为当时呢 我都二十五岁了 杂技是童子宫啊 年二十五开始练很难了 要不说嘛 当时我在吴前那个地儿 他们瞧不起我呀 你要混饭吃啊 但你弄口饭吃 必须得有绝活 所以说呢 我准备就练杂技了 开始就练顶 赤脚 裸的上背 本来脑袋挂就大 那时候还大 特尘就这样 顶 顶 顶 那么好 叭 掉了 然后慢慢再加东西是吧 再加这个 我觉得这样吧 你看 你回头看看 咱们就把那个还原一下 好不好 那行 还原一下 大家看 今天这样 两把飞刹 看到吗 小的 就是那个武打当中 十八八五一当中的最差 各位瞧着 接下来我这玩是绝的 各位您瞧着 我看你 你瞧着 我看你 你瞧着 我看你 我看你 你瞧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